体育场上空突然出现三个巨大的黑球 随着三声巨响 天空竟下起了钞票雨 似乎是金钱的味道激发了人类最原始的欲望 人们一股脑冲进体育场 开始疯狂地往口袋里塞钱 甚至还为了抢钱而大打出手 而这荒唐的一幕还要从一个男人的耳朵说起 光珠怎么也想不到 有一天自己的耳朵竟然价值十亿寒冤 同时老龄头不知从哪听说 有人悬赏十亿买下他的一只耳朵 老龄头承诺只要光珠乖乖就范 自己愿意和他四六分奖金 下一秒 奄奄一息的光珠便出现在了医院 医生根据伤口判断他是被人为割下了耳朵 而且无法核实他任何信息 这才选择报了警 刑警老白随后查看了医院的监控录像 果然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将光珠扔在了急诊室门口 眼间的片警小美还发现 那人手中握着的正是光珠的段 老白心不甘情不愿地接下这个案件 本以为只是个简单的故意伤害案件 却没到他竟会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通过人脸识别 老白很快查到老龄头家的地址 他敲了敲门没人应答 门也虚掩着 于是老白便走进去查看 果然在茶几上发现了泡在酒里的段 见状老白继续搜查其他房间 当他来到卧室时 柜子里突然掉出一个黑色的行李箱 上面印着奇怪的漩涡图案 随后老白好奇地打开了他 里面满满当当的现金顿时让老白双眼冒光 这该不会是上天送给自己的礼物吧 不久前老白身陷金融诈骗 被骗光了全部身价 这让他的生活一下陷入了窘境 面对妻子不停的埋怨 和各种各样的催款信息 老白被压得喘不过起来 对于走投无路的老白来说 这一箱现金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他环顾四周 思索再三后决定悄无声息地把这个箱子带走 谁知这时老龄头突然回来了 听到老白是警察 老龄头吓得扭头就跑 于是两人便开始了漫长的你追我赶 没成想这场追逐战很快便以老龄头的失足摔死而告终 老白当警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他慌张地四下张望 忽然发现头顶的监控是坏的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在脑海 只见老白打了同事眼镜哥的电话 让他过来支援 自己则是急匆匆地赶回了老龄头家 没一会儿 眼镜哥便赶到了这里 当被问到老龄头是怎么摔死的时 老白谎称自己追他时去捡了拖鞋 并没有看见他是怎么摔下去的 应付完同事后 老白忐忑地将车停到一处没有监控的车位上 确认四下无人后 他开始清点箱子里的现金 没想到里面竟有足足十亿含源 这下可以翻身弄弩把歌唱 最终在老白的掩盖下 这个案件已临老头的死草草提案 谁知这时骗警小美慌张地打来电话称 受害者光珠从医院逃走了 尽管小美觉得受害者逃走有些奇怪 但老白怕案件因此无法顺利结案 便忽悠小美不必声张 殊不知 此时光珠正在不远处虎视眈眈的盯着他 原来昨晚光珠醒来后便流出来找老龄头讨要赏金 毕竟自己不能白白丢了一只耳朵 谁知却发现他家被警察贴了封条 光珠焦急地四下翻找 然而房间里和货车上都不见赏金的踪影 这时光珠发现了行车记录仪刚好对着老龄头家门口 于是他跑进网吧查看里面的录像 赫然发现是刑警老白拿走的悬赏金 另一边 老白刚回到警局 便收到通知召开紧急会议 近期网络上出现一个画着漩涡图案的面具人 此人声称要用轮盘游戏发布悬赏令 随即抽取目标 奖金以及任务 目标的耳朵即可获得奖金十亿 但被选中的目标不可自行完成任务 否则悬赏令无效 看完视频的老白傻眼了 显然昨晚被割耳朵的光珠就是目标 自己拿走的行李箱里装的现金就是悬赏金 老白顿时心虚不已 然而局长看完视频后却认为这不过是虚张声事而已 他抬头问老白 昨晚在凶手老龄头家有没有发现十亿现金 这时刑警队长建议先问问受害人光珠 或许能知道老龄头攻击他的原因 见状老白不得不说出光珠凌晨从医院逃走的事 警卫组长立刻认为这件事不简单 既然有人因面具人的视频引发了刑事案件 那就必须要引起重视 就在双方争论时 面具人又上传了第二段影片 他很不满网民们留言质疑他是骗取关注 根本没钱支付巨额悬赏金 所以面具人决定给所有人展示一下他雄厚的彩礼 尽管大家都不是很相信面具人的话 但在警卫组长的坚持下 局长还是派了数十名警员去现场维护治安 眼看面具人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 体育场外已经聚集了很多围观群众 很多网红甚至兴奋的现场直播到即时 然而时间到了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就在众人骂骂咧咧准备散了时 天空中缓缓飞来三架载着巨大气球的无人机 气球上映着的正是和面具人一样的漩涡图样 见状群众们顿时兴奋起来 金钱的诱惑果然是巨大的 他们开始疯狂地推荡包围体育馆的警察们 很快由于寡不敌众 体育馆的四个大门都被群众们冲破了 所有人都疯狂地朝着体育场内跑去 此时三个气球已经停在了操场上空 随着气球爆炸 无数钞票洒了下来 这壮观的场面让老白顿时傻了眼 而冲进操场的人们也已经癫狂了 仿佛此刻他们的眼中只有白花花的钞票 拉扯 争抢 甚至大打出手 人性的贪婪在此刻显露地淋漓尽致 然而就在警察们好不容易平息了骚乱时 面具人又开启了直播 他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以及这个轮盘游戏的真实性 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启第二轮了 说完面具人开始转动轮盘 这次的目标是三日后出狱的重刑犯金国号 接下来是随机的悬赏金额 当指针指向200亿 众人忍不住惊呼出来 此时轮盘继续转动 最终赏金任务竟停在了沙海 停在江边的一辆小面包车不停地晃动 然而这并不是小情侣在秀恩爱 而是一个变态正在行凶 男人名叫金国号 他有个特殊癖好是将不同职业的女性卤来侵犯 并将他们的名牌按姓氏排列收藏好 看他手中厚厚的册子 就知道已经有多少无辜女性被糟蹋了 不过每次心满意足后 金国号都会将受害者送回去 殊不知这次他却失手杀死了女孩小珍 几天后警方在接到小珍父母报警后 很快便抓住了色魔金国号 看到女儿的遗体被打捞上来时 心如刀脚的老父亲恨不得亲手杀了金国号 更让人崩溃的是因为被抓后认罪态度良好 这个犯下数十起性侵案和一起杀人案的恶魔 仅仅被判了15年 服刑期间更是因为积极改造获得了两年减刑 今天便是金国号行满释放的日子 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刚得了个新绰号 200亿哥 或许是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色魔金国号成了天选的悬赏目标 任何人只要杀了他就可以获得200亿韩元 上级的施压再加上网民们的躁动 警方不得不一面调查面具男 一面24小时保护即将出狱的重刑犯金国号 刑警老白的小组刚好负责贴身保护他 听到这话金国号一头雾水 然而当见到外面的景象时 着实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 举着标语大骂他的民众将监狱围得水泄不通 甚至有人拿着尖刀冲过来嚷嚷着卫民出害 好不容易连滚带爬上了警车 还被砸了一车的臭鸡蛋 路上警察们告诉了金国号 他被神秘人列为200亿的悬赏目标 谁知这变态压根不相信这荒唐事 甚至还拒绝警察贴身保护 这理智气壮的模样 可把老白气得差点冲上去掐死他 见状组长警告金国号赶紧背下警方准备的发言稿 没想到这个变态听后又一脸兴奋的提出 此时金国号家门外也热闹非凡 居民们纷纷抗议要将恶魔赶出社区 金国号见状准备拿出自己超凡的眼睛 只见他下车前将外套扯破 弄得非常狼狈 随后跪在家门口痛哭流涕 老白他们实在看不下去金国号这副装模作样的嘴眼 赶紧把他拉进了屋 金国号如愿吃上了寿司 警员给他带上电子脚铐 警告他不许私自拆除 也不可独自外出 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两天 直到金国号的妻子在律师的陪同下来找他离婚 女人不要抚养费 不要一分钱 只要儿子的抚养权 面对丈夫的乌言慧语 女人放下离婚协议书便离开了 另一边 骗警小美调查发现 原本是受害者的光珠竟然也是个逃犯 出事前她曾侵犯了一个财尔技师 最终女孩不堪受辱最终选择了自杀 此时逃跑的光珠被保安发现正在撬刑警老白的车 眼见保安要叫来帮手 巨人一样的光珠立刻撞翻他慌忙逃走了 接到通知的老白连忙回来检查后备箱 幸好那笔偷来的奖金还在 而行车记录已理 老白看见光珠赤裸裸的挑衅 显然对方已经知道被割掉耳朵的悬赏金如今在他手中 一步错步步错 眼下老白纠结得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同事打来电话称 金国号喝多了 吵着闹着非要出门去 无奈老白只能立刻赶回去 见老白回来 金国号嚷嚷着要去街角的便利店逛逛 为了不让他把事情闹大 老白只能安排人手陪着他去 殊不知这一句差点闹出了人命 另一边 自从女儿小珍遇害 父亲便因悲伤过度导致精神异常 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在得知仇人金国号即将出狱前 小珍妈便每天出海去抓河豚 终于攒足数量后 她开始提炼河豚毒素 没错 小珍妈要去亲手杀死那个毁了他们全家的恶魔 领走前 她为丈夫做了足够多的小菜 还将她每天要吃的药都一一分装好 做完这一切 小珍妈踏上了复仇之路 然而她没想到的是 金国号竟然被警方保护了起来 小珍妈不愿放弃这次机会 于是她将弩剑沾满了河豚毒素 谎称自己滴血糖要吃巧克力救命 混进了警方把守的便利店 在确认金国号的位置后 老夫人毫不犹豫地射出了毒箭 却没有命中 她没有放弃又接连射出两箭 谁知却被眼疾手快的小警员救下了金国号 随后小珍妈被老白制服在地 她不甘心地大叫 突然被误伤的小警员面色无亲口吐白沫 这可吓坏了一旁的金国号 老白见状慌张的命人去叫救护车 随后她冲出去找到老夫人 回去后 当老白等人得知了老夫人的身份和遭遇后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她了 殊不知此时 小珍家门外不知为何 竟出现了装有赏金的黑色行李箱 上面挂着的正是小珍妈的名字 阿渡的妻子得了罕见的血液病 每天需要输大量的血液 而黑市中RH阴性血不仅稀缺 其价格也高到让人望尘莫及 为了救妻子阿渡早已花光了全部家当 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冒险去完成悬赏令 阿渡是学化学的 于是他去学校实验室偷取了原材料 制作了一个简易的遥控炸弹 谋划着如何将它送到金国号手上 与此同时 一个名叫李尚凤的律师也在试图接近金国号 不过他并不是来杀金国号的 只见李律师在所有抵制金国号出狱的民众面前 公然宣称要帮他维护人权 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 显然李尚凤的目的并不简单 原本平日里他靠着打黑官司赚钱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然而不久前他用全部身家投资了一个叫NCT的工程项目 谁知那项目却因不合规被叫停了 为了帮助其恢复开工 他决定利用金国号悬赏事件 帮助第二党派的李代表搞垮安市长 然后换一颗听话的棋子上任 于是便有了刚刚毛遂自见的疯狂举动 为了把戏作足 李律师甚至故意与示威民众起冲突 言语间极力维护金国号 这一波表忠心的操作 果然引起了金国号的注意 很快他通知警方要求见一见李律师 一见面 李律师便表示自己分文不取 但金国号也不是傻子 他告诉李律师自己确实没钱 但如果有需要的东西可以尽管提 说完他递给金国号一份律师委任协议 另一边 老白在得知光珠已经盯上自己后 便想着借用同事眼镜哥的车 把那十一悬赏金转移走 谁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隔天老白便收到了光珠寄来U盘 里面正是他那天降装悬赏金的箱子偷走的画面 老白顿时慌了神 这时光珠电话打了进来 他威胁老白不还钱就曝光他 然而老白也不是吓大的 为了不再回到那天天被追债的日子 他决定主动出击 下一秒 老白便出现在了光珠家 然而这里除了一个假女朋友外 根本不见光珠的身影 无奈老白只能先离开 谁知这一切都被躲在一边的光珠看在眼里 看来这个老白也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 晚上金国号找来李律师 称自己不需要人权辩护 需要他帮自己夺取儿子的抚养权 因为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夺走他心爱的东西 李律师听后直言 像他这种没有收入又有前科的人 基本上在抚养权争夺的庭审上毫无胜算可言 甚至还会被判支付抚养费 所以他们要尽量避免诉讼 眼下先拖延时间 等找到对方错处后再出手 一拍集合后 两人想要出去喝一杯庆祝合作 然而有了上次的超市被袭击的前车之间 首位的警察哪里还敢让他出去 就在双方周旋时 快递员送来一个包裹 点名要给金国号 这个包裹正是阿渡制作的炸药 人群中 阿渡紧张地握着遥控器 见警察拿着包裹来到了金国号的身旁 他狠狠按下了按钮 谁知关键时刻遥控器却失灵了 恰好这是老白爷赶了回来 见双方争论不休 他上去就没收了包裹 顺手塞进眼镜哥的车里 这可急坏了阿渡 不过好在他还有普安比 只见他掏出一瓶浓酸 疯狂地冲开警卫准备颇向金国号 没成想就在此时意外却发生了 现场顿时一片火海 不少警员和群众都被炸倒在地生死不明 见状老白不顾阻拦冲上前去 这已经是第二次有无辜的人为救金国号牺牲了 老白红着双眼恶狠狠地望向金国号 此刻他们都还没意识到 接下来出场的赏金猎人们将会更加的疯狂与可怕 女人被老头狠狠地撒了一身烟霸 然而他却只能咬牙忍着 就在刚刚身为市长的安明子被举报贪污巨额公款 背着丑闻的他想要再连任市长 就必须靠第二党派这个李老头的支持 安明子这才搞明白 原来想拉自己下马的就是眼前的李代表 见状他嘲讽到自己身体不好就不背过了 如果李代表执意要抛弃自己 那他就只能曝光所有分了羹的人 说完安明子潇洒地离开了 虽然撂了狠话 但安明子也不会傻到和那群狡猾的老头们同归于尽 就在他和秘书大跳猪威武时 窗外忽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不远处赫然燃起熊熊大火 那里正是刚出狱的色魔金国号的家 由于被神秘面具男悬赏二百亿要他的命 这已经是第二次袭击事件了 被炸毁的是老白同事眼镜哥的新车 老白看着空无一物的后备箱 似乎庆幸把偷来的十一悬赏金先转移走了 这次的事故让发布悬赏任务的面具男很愤怒 没想到这个暗处的地下判官还挺有原则 看到这条视频后 安明自想到了利用金国号事件洗白自己的绝佳方案 第二天李尚凤作为金国号的代理律师 被请到了市长办公室 安明自提出只要金国号自愿离开护山市 并且五年内不回来 便会分五年支付他十亿韩元 这条件对于金国号来说 无疑是天上掉馅饼 但李律师却告诉他不要太快答应 搞不好还有意外收获呢 很快安市长的大秀便要上演了 只见他站在金国号家门口 声泪俱下的为昨晚爆炸的遇难者哀悼 见周围群众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 安市长赶紧乘胜追击 说完竟扑通一下跪在了金国号家门口 在屋里看戏的金国号都不禁感叹 这女人真是有手段啊 就这样 安市长在零下14度的天气里愣是跪到了晚上 为了激起市民的同情心 他甚至还安排了一场寒风中送温暖的戏码 安明子赌赢了 他的苦肉记果然为自己挽回了形象和支持率 所有剧情演完后 金国号便按照约定假意接受和他商谈 进屋后 安明子便不再伪装了 他一边脱下呼吸一边告诉金国号 自己在江源道那边不仅给他安排好了住处 还有阿姨上门做饭打扫 就在安市长喋喋不休时 金国号和李律师突然使了个眼色 随后提出自己还是想当面再谈谈钱的事 安明子虽然觉得多此一举 但也没有多想 安明子称自己当年花了20亿才得到17万选票 如今他顺应了名义赶走了金国号 势必会获得更多的选票 这10亿的性价比可是非常高 说完他得意的出门准备宣布洽谈成功的好消息 谁知身后李律师跟出来 给他小声放了一段录音 安明子听后立刻怒气冲冲地回到屋里 揪着领子大骂着金国号是个人渣 谁知却被对方直接轮到了沙发上 见状李律师也假惺惺地说 两人甚至还要求今天就要收到第一笔封口费 如今把柄在他们手上 安明子只能将怒火都咽回肚子里 与此同时警方那边终于通过IP定位 找到了发布轮盘悬赏令的神秘面具男 然而等他们冲进去对方老巢后去发现 房间里只剩下轮盘和一个面具 不仅如此 老白他们还发现这轮盘似乎是设定好的 不论怎么旋转 最终得出的任务都是杀死金国号获得200亿奖金 看来面具男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置金国号于死地 此人究竟是谁 他又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吗 自打神秘面具男悬赏200亿要杀金国号 他当年犯下的恶行便再次被扒了出来 当年案发时 金国号的儿子冻夏才4岁 13年过去了 如今的冻夏不仅成绩优异 还刚刚获得了小提琴国际比赛的金奖 然而即使改随母姓 也抹不去父亲是金国号的阴影 赛后采访时 无良记者竟以此刁难他 尽管老师打断了采访 可冻夏的身份还是被曝光了出去 一时间谣言四起 而在学校里 冻夏也因为这件事遭到了校园霸凌 面对校霸喋喋不休的羞辱 冻夏本想躲得远远的 但他越是忍让对方越是得寸进尺 就连看不下去替他解围的同学 也被连累受到欺负 幸好冻夏及时冲出来朝着所有人猛叫汽油 手举打火机怒吼着要同归于尽 这才吓走了校霸他们 然而这还没完邻居们在他家门外喷满了恶毒的话 冻夏不明白 为什么明明是人渣经过号的错 可他们母子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渐渐的冻夏变得越来越消极 甚至拒绝了国外顶级音乐学府的入学邀请 直到这天他发现母亲偷偷藏了一把匕首 还在偷看医书 研究让人一刀毙命的方法 显然母亲想要去杀了那个人渣一聊百聊 所以他更不能像懦夫一样离开 留母亲一个人在这里独自承受 此时一个计划在洞下的心里悄然而生 另一边 刑警老白正仔细研究面具男的视频 这时警员小美过来称 他发现面具男选择的赏金目标 似乎都是国民请愿平台上未被逮捕的罪犯 恰巧此时 老白撇见视频中的地毯上似乎写着米店教会的字样 难不成面具男藏身在教会里 于是他便洋装成信徒去那里参加了礼拜 由于不久前米店教会的牧师半身不随 代替他传教的是位年轻之士 结束后老白偷偷跟上直视的车 一路来到了米店教会的办公楼 在这里 老白这个年轻人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不能自理的牧师 沉稳的模样并不像视频中那个暴躁的面具男 于是他旁敲侧击地问男人是否了解国民请愿平台 男人听后称自己是第一次听说 自从老白把那笔悬赏金偷回家还了债 老婆孩子对他的态度180度大转弯 这部女儿亲自去警局给加班好几天的爸爸送换洗衣物 然而就在公车到站时 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她的身后 此时老白等了半天不见女儿的身影 准备去门口接她 却在大门外发现一个袋子 赫然发现里面装的竟是自己的换洗衣物 刚好此时妻子打来电话 下一秒 老白慌张地冲进家门 只见悬赏金的主人光珠正坐在客厅大快躲移 老白激动地让他放了女儿 明明说好了自己会尽快凑齐十亿还给他的 哪知光珠却改变了主意 临走前 光珠威胁老白不许跟踪自己 否则就砍下一根他女儿的手指寄过来 光珠走后 老白立刻去掉警局附近的监控 然而光珠很狡猾 专挑摄像头坏的道路走 走投无路的老白只好求助警员小美 让他帮忙偷偷盯着女儿的手机号 一旦确认到定位 要第一时间通知自己 热心的小美二话没说便答应了 殊不知这将给她带了灭顶之灾 金国昊整日一遍遍地欣赏儿子精彩的演出 还扬言一定要夺回洞下的抚养权 于是李律师便代表她来找洞下母亲讨论离婚的事 见对方还是不肯放弃争夺抚养权 女人一句话都不想多说 谁知李律师竟用儿子洞下的前途威胁她 这一幕被洞下看在眼里 积压多年的委屈和怨恨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 她悄悄娶出母亲藏在柜子里匕首 眼神里充满了决绝 第二天洞下卖了心爱小提琴 给妈妈买了最新款的冰箱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 在示威群众的谩骂声中 洞下站在了父亲金国昊的门外 父子俩进屋后 热情的金国昊只顾着要点些韭菜 跟儿子喝一杯 丝毫没有注意到她脸上不自然的表情 这时洞下提出想要去看看自己小时候的房间 金国昊以为儿子要追忆往昔 连忙硬撑着 然而一进到房间后 洞下便直径打开了窗户 只见那里赫然挂着她装有匕首的背包 与此同时 洞下母亲也发现了儿子新换的冰箱 还留了一封信 希望她不要再活在痛苦之中 母亲顿时明白儿子要去做傻事 当洞下再次来到楼下时 看向父亲的眼神中满是冷漠和决绝 谁知此时对讲机里响起警察的通报 称她的母亲也来了 金国昊听后戏谑地称 正好一家三口很久没有团聚了 这句话如同尖刀一般狠狠刺定了洞下心理 于是在金国昊举起酒杯一眼而尽时 洞下举起匕首挥向了父亲 可他哪里是劳改13年的囚犯的对手 几下便被金国昊按在了桌子上 重刀的金国昊也很快倒下了 恰好此时洞下母亲走了定来 他心疼地看着被踹晕的儿子 随后毫不犹豫地拿走他手中那把匕首 起身缓缓走向金国昊 一刀一刀刺进男人的心脏 直到他一动不动地倒了下去 最后女人推开门走出了房间 对着人群不停地大喊着 我已经死了 另一边 警员小美告诉同事老白 刚刚定位到了他女儿手机号 从出现在盛在洞 可就在他慌忙想去救被光珠绑架的女儿时 却被同事们拦了下来 无奈老白只能把女儿被光珠绑架的事告诉了小美 拜托小美先去定位那里搜查一下 老白千叮咛万嘱咐 千万不要被光珠发现了 否则女儿和他都会有危险 然而不出意外就要发生意外了 很快小美便跟着定位发现了一个屠宰场 他举着电机枪撞的胆子走了进去 操作间里空无一人 这时小美发现一道上锁的木门后似乎有动静 他透过门缝望进去 果然看见了老白的女儿一动不动躺在地上 见状小美害怕暴露不敢声张 只好颤抖着给老白发信息报信 谁知下一秒 无辜的小美就这样被拖走了 随后愤怒的光珠用他的手机打给老白 质问他为什么不遵守约定派警察来 说着就扬言要剁掉他女儿一根手指 更可气的是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人渣金国浩被妻子刺了树刀竟然没有死 而最高兴的要属李律师了 只要金国浩一天没死 李律师就可以利用他造成的舆论 死死牵制住扬言赶走金国浩的安市长 让他失去明星无法连任 作为交换 第二党派的李代表则帮他重启了投入全部身家的NCT工程 就在李律师洋洋得意自己的运筹帷幄时 一个不速之客出现在了他的办公室 此人正是杀手阿光 原来李律师就是雇主所说的第二个目标 当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时 李律师二话没说就爆出了金国浩的病房号 还按照阿光的要求 把所有的电子存储设备都交了出来 显然这个雇主是有把柄在他手上 见李律师这么配合 阿光微笑着赏了他一份臭袜子大餐 几秒钟李律师便被熏得不省人事 接着阿光开心地出现在医院里 他悄悄在走廊里装上定时烟雾弹 然后举着枪缓缓推开金国浩的房门 可谁知倒霉的他又遇到了另一个程咬金 原来五分钟前 刑警老白只走了所有守卫的警察 正打算用轮椅带走金国浩 用他交换被绑架的女儿 见阿光来者不善 老白冲上去便想制服他 奈何实力悬殊 没两下就被人家踹得不省人事 随后门外的烟雾弹倒计时结束 喷涌而出的浓烟立刻激发了烟雾报警器 整个医院顿时变成了水帘洞 就这样 阿光旁若无人地扛着金国浩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医院 老白和同事通过监控发现了阿光的行踪 于是立刻出发去抓他 此时老白内心胶着不已 很快二人便发现了绑架金国浩的车 但车上却已经空无一人 见状他们决定在原兵来之前先分头搜查 此时的金国浩和李律师被绑在一个房间里 接下来就是阿光的任务交付时间 没想到他的雇主竟然是市长安明木 上次不小心被经理二人以录音要挟 骗走了100亿 这回他要好好出了这口恶气 接着安市长又走到李律师面前 此时的男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在确认录音没有备份后 安市长立刻命令阿光开枪杀了李律师 接着安市长要求亲手杀死金国浩 见状阿光便把枪交给了他 就在女人举着枪一步步走过来时 金国浩忽然摸到手腕处有一个针头 他连忙拔下来尝试着撬开手铐 就在众人以为安市长就要开枪时 他竟忽然转身给了杀手阿光一枪 随后还不忘补了一枪 接着安市长又将枪塞到秘书手里 让他来射杀金国浩 这种事要一起干才可以永远信任彼子 就在秘书颤颤巍巍把枪对准金国浩时 神奇的反转再次出现了 阿光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这下微笑先生笑不出来了 他怒气冲冲地将枪对准安市长 谁知就在开枪前 却被撬开手铐的金国浩一凳子拍在地上 两人随即缠斗起来 安市长赶紧趁机爬了出去 或许是求生的意志坚定 金国浩一把年纪却丝毫没有落得下风 还趁机将自己和阿光靠在了一起 此时两人眼前各有一个武器 于是一场关乎生死的单手拔河比赛开始了 顾不上其他 金国浩赶紧开上车离开了这里 而刚刚的枪声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老白得到通知后立刻开车赶往那里 谁知刚到门口便遇到了浑身是血的安市长 此时死里逃生的金国浩不知该何去何从 由于失血过多 渐渐的他失去意识晕了过去 车子也时空撞到了一旁的牌子上 然而好巧不巧 这里刚好是警察局的门口 更让人意外的是 幸运女神似乎也终于站在了阿光这一边 他竟然没死 光珠打电话再次催促刑警老白 立刻把活着的金国浩带来 否则自己就把他女儿招妹的一只手送过去 无奈老白只能为了女儿铃而走险 得知金国浩昨晚被值班警察送去了一家郊区医院 于是他和重案组的同事一起来交接时 趁机打伤了同事 并将二人用手铐靠在一起 堂而皇之地将昏迷不醒的金国浩带走了 老白开着救护车来到和光珠约好的地方 准备换回宝贝女儿 谁知吃过几次亏的光珠这次可长了个心眼 他躲在一旁 用电话命令老白将车钥匙留下后立刻下车 去不远处打着双闪的车上救他的女儿 然而作为刑警的老白警惕性还是很高的 他在下车前 将自己带有定位功能的手表藏在了金国浩身上 随后快速跑向那辆双闪的轿车 光珠见状也赶紧跑上救护车 不假思索的一脚油门开了出去 老白心急地打开后背箱 却发现女儿根本不在里面 见光珠开着救护车扬长而去 老白赶紧上车想要去追 奈何没有钥匙 根本无法启动汽车 此时的光珠眼看200亿悬赏金就要到手 正开心地乱叫 他打电话告诉老白 等自己杀了金国浩得到赏金后 便亲自将他的女儿送回家 挂断电话 慌张的老白这才想起打开手表的定位 确认了光珠逃离的方向后 他举着枪在路上截了一辆车 这时光珠已经将救护车开到提前停好的货车旁 接着把金国浩转移到了货车上 然而他没注意到 此时的金国浩已经被折腾地醒了过来 很快光珠便将金国浩带到了藏身的工厂 准备手刃这个价值200亿的猎物 这时金国浩缓缓睁开眼 经历了几次死里逃生 他当然知道这傻大个儿的目的 于是 趁着光珠拿着搞霸一脸得意地走向自己时 他抄起手边的尖刀 猛地刺进光珠的大腿和肚子 成功反转了局势 两米高的光珠瞬间便失去了战斗力 见状金国浩捡起地上的搞霸 嘲讽地对光珠说 既然你这么想当受害者 那么我就成全你吧 就这样 杀不死的金国浩再次死里逃生 他用光珠的电话打给刑警老白 老白听到金国浩的声音顿时慌张不已 看来那傻大个儿已经被反杀了 而此刻将他扬送虎口的自己一定是他最恨的人 金国浩悠悠地对老白说 要知道 金国浩可是个刚出狱的尖杀犯 眼下焦急的老白只能猛砍油门 祈祷女儿不要受到伤害 此时的金国浩已经找到了被锁起来的招妹 他将女孩脚上链条剪断 然后蹲下来想跟她套近乎 谁知刑警的女儿也不是吃素的 抄起一块碎玻璃刺像这个色魔的脖子 可还没等招妹跑出去几步 就被金国浩踩住身后的铁链 狠狠地摔在地上晕了过去 幸好此时老白也赶到了这里 这个愤怒的父亲见女儿昏迷不醒 气得立刻冲上去抱揍眼前的色魔 本以为身受重伤的金国浩根本不是刑警老白的对手 奈何幸运女神眷顾他 他趁着老白减枪的见习 竟抄起铁锹将其敲晕在地 就这样 金国浩这个行走的200亿再次成功逃脱了 下一秒 老白从医院醒了过来 他立刻强忍着疼痛 疯狂地四下寻找自己的女儿昭明 这时医生过来告诉他 昭明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从身上的伤势来看 他很可能经历过侵害 还需要进一步做妇科检查 这句话对于老白来说简直犹如晴天霹雳 此刻他恨不得立刻出去 将金国浩那个人渣千刀万剐 于是趁着看守的警员不注意 老白用打火机触动了烟雾报警器 下一秒 医院摇身一变成了水帘洞 老白趁乱乔装成医生跑了出去 他开着救护车 朝着金国浩的定位一路开了过去 而在郊区树林走了一夜的金国浩 终于在看到公路那一刻 体力不知倒在了路上 这时一个年轻男人出现带走了他 此人正是米店教会的年轻牧师程俊宇 很快金国浩逃走的消息再次登上了新闻 他的儿子冻夏正准备和老师一起去德国进修小提琴 然而当他在机场看见恶魔父亲逃走的新闻后 便毅然决然地选择放弃了出国 洞下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 他知道那个恶魔一天不死 就一定会去报复母亲 但自己却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 就在此时 牧师程俊宇再次出现 程俊宇是米店教会的牧师兼主理人 他年轻帅气又幽默风趣 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非亲非故的植物人安神父 所有教徒都对程牧师赞不绝口 甚至纷纷想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 殊不知 这位年轻的牧师却有这两幅面孔 而安神父如今这幅悲惨模样就是他的杰作 二十年前的法庭上 十岁的俊宇满眼恨意地看着被告席上的男人 这个人渣在侵犯伤害了俊宇妈妈后 却利用伪造的精神鉴定书 仅仅被判处两年半监禁 在人渣即将被押韵时 愤怒的俊宇冲上前去用美工刀划伤了他 但这小小的伤口却根本无法与妈妈收到的伤害相交 晚上俊宇回到家却发现妈妈不在房间 十分担心的他本来想找朴国昌神父寻求帮助 谁知竟看到了终身难忘的一幕 妈妈衣衫不整地躺在朴神父的沙发上 无论俊宇怎么呼喊 妈妈都神情木讷发不出声音 看样子是被神父注射了强效镇静剂 俊宇没想到短短几日 妈妈竟在一次遭遇这样的伤害 而此时禽兽神父竟然还谎称要继续给他妈妈治病 企图赶走俊宇 满腔的愤怒终于让小俊宇失去了理智 他趁条神父不备 抄起一旁的神像狠狠砸向他的头 幸好担心俊宇的警察刚好来探望 才及时阻止了他 然而第二天 俊宇的妈妈因无法忍受接二连三的领悟 最终选择了自杀 从那一刻起 复仇的种子便在小俊宇的心中生根发芽了 直到成年后 俊宇终于成功潜伏到了朴国昌的身边 用药物将他变成了一个能听能看 却不能说也不能动的半只误人 并霸占了他的巨额财产 而俊宇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网络轮盘堵的发起人面巨男 他的目标是承接所有管不住下半身的人渣们 见第二轮的目标金国浩居然命这么大 于是俊宇决定亲自出手 利用金国浩的儿子来承接他 他本想由说洞下像自己一样 让仇人生不如死慢慢赎罪 但洞下却执意想要尽快结束这一切 见状俊宇心里有了盘算 刑警老白根据藏在金国浩身上的手表定位 来到了米店教会的园区 然而当他找到密室的时候 只发现了自己的手表 并没有金国浩的身影 这时老白注意到墙上熟悉的漩涡图头 立刻意识到金国浩很可能在面具男手里 此时俊宇将洞下带到了一座废弃教堂内 只见金国浩一动不动坐在十字架下 俊宇递给洞下一盒针迹 只要将其打入金国浩心脏 不出五分钟他必将全身血管暴力而亡 但与此同时 俊宇还将金国浩的定位公布到了网上 毕竟这颗价值二百亿的人头 还是要让所有人来宫廷竞争的 说完他便留下父子二人扬长而去 看着儿子拿出针迹向自己走来 金国浩连忙哭着求儿子不要做傻事 他不断地游说洞下想想妈妈 果然这些话让洞下分了神 健壮狡猾的金国浩趁机抓住了他的手 用尽全身力气一把将儿子踹倒在地 此时 门外的俊宇听见了教堂内的打斗声 立刻返回去查探 没成想被躲在门后的金国浩偷袭 几下便被砸倒在地 癫狂的金国浩问他是不是发起悬赏的面具男 自己明明已经坐过牢受过惩罚了 究竟为什么还要选自己做目标 谁知俊宇听到这些突然站了起来 一把推倒张牙舞爪的金国浩 俊宇告诉他 那短短几年监禁对于他来说根本算不上惩罚 金国浩不可思议地看着身后的儿子 父子俩顿时扭打起来 然而就在洞下准备给父亲来致命一击时 刑警老白冲进来制止了他 老白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做傻事 在经历了思想斗争后 洞下最终放下了屠刀 此时老白发现教堂中不仅有面具男的漩涡土头 还有米店教会的牧师程俊宇 老白立刻意识到他就是面具男 谁知还没等开口 俊宇忽然指了指门外 追杀金国浩的人们请客间蜂拥而至 面对这群要钱不要命的家伙们 作为刑警的老白只能开枪阻拦他们 就在他劝说众人迷途之反时 打不死的金国浩竟再次起身 用真剂挟持了儿子洞下 剑撞洞下大喊让老白开枪 或许是知道自己男逃一死 金国浩在儿子耳边留了最后的遗言 终于杀不死的金国浩命绝在了老白的枪下 警察们也如同算准了时间一般到达了战场 而面具男成俊宇却趁乱逃走了 自此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 在之后的调查中警方发现 程俊宇除了姓名以外 所有的身份信息都是假的 甚至DNA采集库的信息都不存在 连局长不禁感叹着年轻人神通广大 几天后老白收到一个来自面具男的邮件 他的账户真的收到了200亿悬赏金 同时还有一百钥匙 显然面具男的轮盘游戏并没有结束 本集的最后 老白一直追查程俊宇数月 终于查到了一个最可疑的地点 而与此同时 另一个人率先到达了那里 这杀法果断的模样显然是个职业杀手 没错 此人正是消失许久的微笑先生阿光 随后老白也赶到了这里 看着满地的尸体 老白谨慎地举起枪一步步走进仓库 显然这里就是面具男的地盘 这时 他注意到一旁的电脑屏幕显示按下输入键 按下后 阿光的身影出现在屏幕里 他似乎算准了老白会找到这里 打过招呼后 阿光告诉老白自己收到了新的委托 杀死轮盘堵的发起人面具男 here is the thing beauty better stop now so get the fuck out of my way 谢谢大家